請你跟我這樣過 請你跟我這樣過 聰明過生活 幸福多更多 歡迎收看 請你跟我這樣過 今天我們要聊一聊 這個 毒為何物 來的都是很毒的 都是毒的 對 沒有辦法 有資格講今天的PK 不得了啊 因為你看我們今天的主題 就獨行為健康知識大考驗 所以要學到的這些都是毒中之毒 並稱五毒 還有一次 應該只有男生比較毒吧 對啊 我們很健康 女生毒起來才可怕 詩書經有沒有 蛇蝎女 蛇蝎女 真的耶 所以俗語才會說最毒什麼 不人心 對 那才是最毒 我以為圈了你最毒 沒想到 我也覺得你最毒 狐生毒不是毒 心毒才是毒 心毒 嘿 嘿咧 潘若迪不在你好溜喔 因為潘若迪所從事的事情 都是破我的梗 破我的狂 對 我都是受夠他 健康問題要關心 各種毒素潛藏在你的生活裡 今天準備了六道題目 前五題一題一分 第六題是三分逆轉題 最後一名的參賽者 將接受永生難忘的大懲罰 到底誰是身在毒中不知毒 接著讓我們看下去 好 第一題來看 台灣每一年民生日常用紙的用量 超過三十五萬噸這麼多 很多喔 可以說大家生活 紀錄不開紙 那麼也很重要 所以有關於健康用紙的觀念 下鍊哪一個紙行為的毒害 是最大的呢 來囉 一 用餐廳提供的 廉價濕紙巾來擦嘴 好 另外第二 用再生紙來擦屁股 第三 用不合格的面紙醒鼻涕 還有第四 用廚房紙巾來吸臉上的油 好 這個很明確的 很明確的 大家好 這題還沒搞錯 真的是笑掉大牙 很好 就要看誰被笑掉大牙 貝基花好討厭的耶 對啊 一 一 一三 三個一 一個三 是一被笑 還是三被笑 還是兩個都被笑 緊張啦 先從三來 只有林衛璇 用不合格面紙醒鼻涕 醒鼻涕醒完以後 一定有一個回吸的力量嘛 蛤 幹嘛在吸回吸 還回吸 我覺得你從嘴巴進去的話 它還有那個胃腸啊 那個可以擋 這個直接進入肺耶 進入 你是這個解讀 對 那濕紙巾 你也可以讓它吐掉啊 吐掉 其實我覺得 沒有 所以你站到作意 就很難了 因為廉價濕紙巾 它裡面搞不好會有一些 都會有一點酒精的成分 我覺得那個 但它還有螢光劑喔 螢光劑喔 曾經有過新聞有報導喔 還有漂白水 把它弄白那個才毒耶 你輸定了 還有 我跟你講啦 我的一個中心精神 就是說吸收的問題 四指金擦嘴 那四指金 那個廉價四指金的危害 大家都清楚 那差別說 我認為你如果拿來擦手還OK 那你擦嘴擦嘴擦的擦嘴 一早就接觸到唾液 那病從口入 而且你舌頭稍微舔一下嘴唇 刺進去的機率比較高 我跟威廉沈一樣的是 我覺得所有裡面 只有濕紙巾是濕的 它是有含水的 那我曾經 如果真的有毒素 你真的冰雪聰明 草溼的環境才會滋生戲劇 加上我曾經看過新聞說 就連嬰兒的濕紙巾 都要非常非常的小心 因為裡面的螢光劑 那什麼水的成分 放這麼久 它可以維持個十年二十年 哇塞 那不是跟防腐劑一樣嗎 真的有毒應該就在那裡面 有道理喔 現在唯一保持沉默的 只有佩潔囉 對 因為佩潔一直想不出所以然 沒有 我一直在試著 不要被那個玉琳哥影響 可是還是跟他選一樣的 那會不會差點一個衝動 嫁給他 不會 但是我還是有我的道理 是因為我覺得 你剛剛說那裡面是水對不對 可是我是覺得 它是唯一裡面密封的 它是塑膠的東西密封 那塑膠的東西密封 有一個濕的東西在裡面 就很容易滋生細菌 密封過程不OK 也是為滋生病菌 對啊 對 然後再來就是 我聽過筷子有漂白水 加漂白水 讓它變白什麼 我覺得是應該大同小異 大同小異 我從來在這個圈子 從來沒有覺得自己是笨蛋 他們講完以後 我覺得我真笨 他嚇到臉都黑了 現在黑掉了 是在黑的啦 所以 所以你黑的有沒有道理 來 我們請個答 好不好 這個題目呢 有的人答對嗎 拜託 有 那不是你就是我們三個 天啊 來... 真的很不幸 這個答案還真的不是二 也不是四 而是三 太難了 誰啊 很多的病症 對不起 你怎麼說什麼 對不起 你怎麼... 你臉黑得好帥 我打你漂亮 謝謝 你怎麼這樣 這個我覺得 你再解釋一下 怎麼會 怎麼會 大會今天第一題 就給你搞心機 怎麼會 你們叫什麼 因為大會今天為什麼 他這麼做呢 可是我們其實覺得這題很簡單 現在威廉審啞口無言 多給他特寫 可是我跟你講 威廉審剛才分析得相當的正確 頭頭自答 只是他對於不合格面子的認識 少了一些 比如說我們這個毒呢 我們分兩個部分 一個是他裡面的成分 一個是他用在什麼位子 所以其實 玉琳哥想的是對的 比如說你用在屁股上 或你用在臉上 這些部位 老實說它頂多是造成局部的刺激 對 或局部的可能一些過敏 因為你想說這四個子 共同如果用白 漂白大家要用 如果不都不合格或黑心 大家都會用 那比如說你說螢光劑 如果要了四種都會用 因為都追求白 所以差別在哪裡 沒有錯 其實剛才欣怡也講得很對 差於這第一個 濕紙巾 為什麼比後面的再生紙跟廚房紙巾 我已經討厭了 因為濕紙巾 確實因為它水活性高 所以它容易滋生細菌 所以它們可能裡面 我可能會加一些 比如說你剛才說 有些人酒精 有些人是防腐或什麼方式 讓它可以一直維持 不會黑掉或不會壞掉 可是問題你有沒有想過 不合格面子 除了剛才講的 可能螢光劑跟漂白劑之外 它還可能有什麼 不知道你有沒有發現 有些不合格 有些面子非常的滑溜 甚至摸起來 會覺得有些粉粉狀的東西 其實裡面有一些是有 滑石粉 而滑石粉你如果用在屁股都還好 因為你至少屁股不會吸它進去 可是你用在這邊 是靠近呼吸道的 它是有可能把它吸進去的 現在要處罰它們 我真的要處罰它們 叫它們醒 醒一下鼻涕好 感受一下 我為了向你自信 我看那個出口就知道 我吸進去 好 你用力吸吧 因為你知道滑石粉的缺點在於 第一個 如果說你是一些氣喘 或者你本來就有一些 過敏性的呼吸道 可能會引發氣喘或過敏之外 滑石粉在國外有一些認為說 它甚至可能會造成某些 譬如說肺部的疾病 甚至有些人還認為 它可能跟軟巢癌有相關 所以如果比起來 上面可能是一些 而且上面老實說 你在擦濕紙巾的時候 剛才威廉沈說會錯意接觸到 難道你擦濕紙巾的時候 都生舌頭舔它嗎 我不知道別人 我是這樣 我還把它放進嘴裡面 試一下有沒有 嚼一嚼 咳嚼一下 而且她想說 餐廳提供的廉價 廉價的意思 她不見得不是不合格 她只是比較便宜而已 對 好像答對解釋什麼 都好像都是對的 很聰明這樣 對 你這麼多道見解 剛剛為什麼不講 對啊 你剛剛怎麼不敢講 沉默喔 在這個社會 少數我們就比較重 對啊 對 所以說她雖然會接觸到 其實黏膜部位 會比一般的皮膚更嚴重 那可是嘴唇相對於其他皮膚 是危險一些些 可是畢竟不像鼻孔這邊 直接吸進去那種深 所以比起來 從毒的成分 跟你會接觸到的部分 一個是呼吸道直接吸進去 一個是接觸在比較靠近 比較薄的皮膚的地方 所以這樣相較起來 最危險是三 再來才是一 三跟一 對 第一題恭喜柯凡格 好不好 謝謝 第二題 我們來看第二題題目是 生鮮的食材擔心有藥物 重金屬添加物 這一大堆的問題 哪一種吃法 可以減少毒物的風險呢 好 第一 不碰這個燙麵條的水 是避開毒澱粉 另外第二 不吃多子的水果 避免農藥殘留 第三 不吃雞脖子雞腳 要避開生長激素 還有第四 不吃魚皮 可以減低重金屬的風險 我跟你講 第一集耍心機 第二個就是走直的 你先 你偷偷一下 你會選哪一個嗎 對 你偷偷一下 你會選哪一個 這個感覺如果你是直接 就是第一思考的話 就應該是就毒澱粉 再想一想的話 應該會選三 不是一就是三 我會是第一吧 那你這樣子 我跟你講他這樣一講 他就是選二跟四了 對 會不會有這個可能 一二三四 準備 請選擇 我說選三 大家都選三 而且你沒有騙人 你沒有騙人 我說實話 這次我真的追蹤你的 追蹤 我沒有追蹤你 那你先聽聽為什麼追蹤 你沒有任何一點方向嗎 那個麵條 那個很怪 就是說如果麵條有毒澱粉的話 那你越煮應該是會越多 就跟火鍋的原理一樣 越煮 那他可不可能煮一煮 他就蒸發掉啊 毒就沒了 那個毒物會沉澱 不會蒸發 就像水裡面有濾 因為毒物的那個 那個叫什麼 密度比水分子還重 真的嗎 對 所以會沉澱 就跟我們那個 醫師都教導我們說 吃火鍋有沒有 那個蔬菜 如果有毒物的話 你煮到後來 那一鍋就變毒湯了 所以可見毒物是不會蒸發掉的 亞硝酸 對 那多子水果 我是不曉得多子水果 跟農藥有什麼關聯性 如果農藥進去 它也許那個紫月 它巴住的那個毒 會不會更多 然後雞脖雞腳 好像我們一般 有這樣的資訊 就是說生長激素 因為現在雞 牛羊都附著過多的生長激素 剛才看了這個題目 我的第六感就是雞脖子跟雞腳 就這樣 因為燙麵條的水 偶爾那些水 我們還會拿來做一點什麼 就是像我自己 它打個蛋花下去 那個水應該還是可以再利用的 我是沒有聽過毒澱粉 是還好 也有可能我不知道這個資訊 了解 好 佩潔呢 我只確定3 所以我很簡單的就想選3 可是我又常常 每次來 我只要照我的心思 妳為什麼確定3 因為這就是很基本常聽到 但是我一個質疑 三位是有疑問 雞脖子好像有聽說 好像容易 可是雞腳 為什麼會從脖子到腳 這麼 會不會他在注射針筒的時候 從雞脖子跟脖子 雞腳很硬 雞腳打得進去 因為雞沒有手 所以人在中毒的時候 都是手腳先發黑了嗎 沒有 我有聽過這一個 我聽說不能吃雞腳 原因是因為雞腳 因為他沒有手 他在那邊走走走 都會踩很多雞屎 很髒 很髒 對 但是生長激素 不可能打在雞腸吧 其實我心裡想的是 三跟四 三跟四 講一是看有沒有人 會笨到上檔 可能啊 為什麼不選四 不選四是 如果是魚皮的話 那就是它的重金屬 都在魚皮裡面 那可是吃魚不吃皮 只是笨蛋吧 可惜了 好吃啊 雞脖子跟雞腳 其實可以吃雞腿 還有很多 對 那個魚皮會有重金屬 應該可以這麼解釋 就是因為它是表面皮膚 那中金屬來源是哪裡 就是海洋 對 那可能跟皮膚直接接觸 直接接觸 所以魚也要擦一些防曬乳 之類的 哪一個牌子的防曬乳 可是魚也一直在喝那個水 也是跑到身體裡 就是它大面積的接受到 大面積的動作 對 而且 你們不要忘記第一題的教訓 怎麼樣 好 先不要說 先不要講 不說了 這個感覺 好難過 解答 來 侯醫師 這一題不是零分就是一百分 對 對 答案都一樣 大家在三跟四在那邊 猶豫不決 對 結果答案是 結果是零分 答案是 答案是 魚皮 是不是 我可以回家了 你可以回家了 我先來解釋大家最有爭議的 就是第三題 對不對 第三題 我就直接破第三題好了 不吃雞脖子 雞爪 避開生長激素 這兩個 第一個它打的位置 是不是脖子跟它的爪 第二個 有沒有在打生長激素 最近這個是因為那個肉雞 大家說三十五天到四十五天 它長了五公斤那麼大 然後大家都懷疑它打生長激素 後來發現事實上 現在雞農 你去問所有的雞農 他們已經都沒有在打生長激素了 那他們有為那個叫做抗生素 也有打抗生素 那抗生素的確是這個是合法可以使用的 那個蕭基會曾經針對這些雞去查 有一些什麼卡巴奶精 有一些什麼四環霉素這一類 都是抗生素 事實上沒有抓到任何一個有生長激素 所以事實上 打沒錯 打針的位置一個是脖子 一個就是翅膀 那這個是抗生素 那不是生長激素 其實你們概念是對了一半 不是生長激素 這也要還那個雞農一個公平 不是 就算他打了 他也會跑到全身吧 對 但是在通常在打的位置 那個濃度會最高 的確是的 所以雞脖子事實上 抗生素什麼那個濃度 的確是最高 可是你說抗生素是合法 合法在合 他們在出產的時候 肉雞什麼蛋雞 所以不要再暈化我們的雞了 是雞農 對 事實上沒有生長激素 那魚皮 那魚皮 這事實上 我們在講說 北一沉醉台灣的深海魚 去做那個發現都 那又第一名的是鯊魚 0.62ppm 然後奇魚 石斑魚這一類的 大概前三名 那當然這個 這個就是因為 他食物鏈的後面 他可能大魚吃小魚 他又活很久 他算是沉積 那沉積在哪裡 一個是魚皮皮下脂肪層 那一個是他的肝臟 大概是這兩個地方是 所以魚的那魚肝啊 魚內臟啊 魚皮啊 這個最好是不要吃 那一跟二 其實大家大概都知道了 事實上 第一個就是我們的 所謂的那個毒澱粉 毒澱粉在前年 鬧得沸沸揚揚 它會傷我們的那個 叫孫丁吸二酸 大家記不記得 會傷害我們的那個聖小管 那這個 它事實上它就是一個 工業的黏著劑 叫化製澱粉 那它一黏的話 麵條事實上所有的 你在想 就黏成一整個麵條 你煮它 不太容易煮出來 所以那個跟那個水 事實上沒什麼關係 第二個 要避開農藥吃哪些水果 應該是一些 比如說你剝你的橘子 把皮剝掉了 剝香蕉 那跟多子的水果 比較沒關係 就是這樣子 不過對魚皮 並不是因為跟海洋接觸 對啊 不是 是因為它還是從那些 它吃的浮游生物 或其他小型的海裡生物 吃進來 那因為越大隻 就越有累積效應 那這些就好像 我們在脂肪裡面 也會找到一些 環境中的毒物一樣 只是這些毒物 順著它的脂肪 累積在它皮膚的皮下 我有一個問題 我們去日本料理店 都會點那個魚肝沙拉 也不好 少吃對不對 魚肝 魚肝也是有問題 所以它不知道 它是不是用生水魚做的 其實國外都不太吃動物內臟 對 而且肝臟是一個解毒的工廠 你所有的東西 都會累積在這個肝臟 其實選完以後 我們就對四是有一點 我也覺得有道理了 突然覺得真好對不對 其實我舉牌的瞬間 就想要改四了 好可惜 剛剛你有機會 所以我們舉完牌 就後悔了 我應該跟 把握第三題 好不好 來 來看第三題 為了環保用塑膠保鮮盒 買食物 請問裝什麼可能會釋出 最多的塑膠內的毒呢 好 一 麻油雞 二 熱豆漿 三 檸檬愛玉 四 現切的水果 好 來舉牌 來 二 四 四 四 三位是一位二 真的 現切水果 最後大家有吃一桶 因為在無雞可群之下 只好選擇一個 這下的 你為什麼就是選了呢 因為應該是果酸的問題 果酸的問題 可是他也問你啦 要嘛就麻油雞 要嘛就檸檬愛玉啊 麻油雞有什麼成分 會釋出塑膠毒呢 你剛剛都說酒精 對啊 對啊 熱會 可是熱必須要一個溫度以上 所以我不覺得 一般麻油雞 了不起給你七十度吧 八十度吧 外帶入 所以還好是不是 那樣的溫度 還有麻油喔 還有雞喔 麻油跟毒物無關 沒有關係 厲害 佩潔你為什麼會選四 我覺得因為我一開 我也是想要選檸檬愛玉 因為就是果酸的問題 果酸 因為很多酸都只能裝玻璃 那又是塑膠的盒子 新聞也有講 對 然後我就仔細想想 麻油雞有沒有人 把它拿去裝那個盒子 好像有 豆漿是沒聽過啦 可是我覺得它的 那個機率最低 然後現切水果 我剛剛也想說 還好 千里選二機率最低 對不起 沒關係 我就覺得 現切水果有很多種 你們又沒寫清楚 但是 錯不能怪你們 還有 都怪我 他選答案是在畢者而已 有沒有 沒有 你很官僚耶 我們回去看多 我們回去看多豬 那個答錯都會有特寫 講最...前面解釋最多的 都是特寫 剛剛這一題都是他的特寫 這一題可能都是... 好好笑喔 就這樣了 就這樣 所以千萬不要選錯 那隻奧了 那隻奧了 這什麼 所以柯凡哥沒有要補強了 我覺得這一次我的命中率 應該會蠻高 應該是 但是這一次是停留在二跟四 那一次堅持在二跟四 你怎麼提到我了 你為什麼覺得熱豆漿會 為什麼 因為它是最不可能的 現切水果 最不可能的 熱豆漿直覺才有可能 因為溫度 還是溫度的問題 那溫度會... 跟麻油雞有什麼不一樣 它比麻油雞不燙嗎 燙嗎 熱豆漿 它可以啊 都是熱豆的 也可以... 我們家樓下那個熱豆漿 都是一百五十度的 太難了 你管你家樓下 我們一百五十度的熱豆漿 你如果吃得進去 你不是叫好兄弟 開始爭氣 我就去台房了 對 好 菁怡 我認真說 好 就是亂猜 亂猜啦 我就是猜一個最不可能的 OK 我就是猜一個最不可能的 病急亂投一 到底是二還是四 對啊 我相信這幾個會對 蘇青有答 對嗎 先說有沒有人答對就好 還是你一個一個解 直接說答案 來 對題的正確答案是 這樣仔細想想 貓雞都是在那個題的那個裡面 那個錯誤 對 現在回鄉起來選 字真的瞎掉了 那個現切水果會有什麼毒啊 他不知道現切水果 香蕉 西瓜 木瓜 放在盒子裡面會釋放毒素 你不放在盒子裡 嚇到 我現在幫你講 我現在四個選項 其實分別代表四個可能 三個可能促進塑化劑 釋出的危險因子 第一個麻油肌代表的不是溫度 因為我還沒寫熱的 所以我們已經很好了 麻油肌代表的是油 有 熱豆漿代表的是熱 檸檬愛玉代表的是酸 現切水果是我們 製作人他隨便嫌上去的 因為他說想要一個 讓你們可以直接刪掉 對 你給你們三個 你給三個 因為他的差錯四個 他的善意 沒想到害了大家 對 我就想說 好 就這個好 至少他們可以刪掉一個 好 來 現切水果唯一有可能 對於這些塑膠類的造成風險的 就一種就是以前 你會記著有些人用那個 柑橘類的 它的皮的精油 它會對特定的塑膠 就是那個保麗龍系列的 它們會造成一種反應 所以有些會破洞 會溶解它 所以毒 可是你會想很少人 現切水果會把那個皮留著 或者是那個柑橘類 還要擠出精油來 除非你煮成熱的菊茶 那一系列才有可能 所以現切水果 基本上是安全的 你把它放在塑膠盒 是最適合的 那至於檸檬愛玉呢 就是您說的 它雖然有酸 但它有沒那麼酸 因為它酸度其實因為稀釋過了 其實很低 真的是稀釋過 如果真的酸 你牙齒也受不了 對 所以它其實 還不至於造成溶出 至於熱跟麻油肌 這兩個都會溶出塑化劑 可是之前陽明大學的研究發現 如果在高油的情況下 它在四溫二十五度 它不用熱 它就是室溫 就是涼的 二十五度的時候 就可以讓它 釋出很多的塑化劑來 所以是油 是比這些熱更恐怖的 所以麻油肌跟熱豆漿來比 麻油肌如果是熱的就更驚人了 所以一二三比一定是一 是釋出最多的 但如果是用塑膠帶裝的也不會 更麻煩 一樣的意思 對 對不對 好啦 接下來 進入第二回合了 第二回合的思維 你自己決定要不要 像第一回合來想 好 我只能提示到這裡 請看題目 來 好 來 題目是 擔心毒物肆虐 自救處理很重要 哪個方法不能有效去毒呢 不能喔 不能喔 第一 泡茶倒掉 好 第二 醬油稀釋煮肥再用 三 海鮮汆燙之後再烹煮 是不是 四 用鹽水洗蔬果 不能有效去毒 不能有效去毒 不能喔 不能有效去毒 不能... 不能... 你們下次... 那玉璇你怎麼跟我一樣 你怎麼跟我一樣 找不過來 我突然覺得我看不懂題目了 不可能 不行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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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鹹像是無效的 湯喔 好突然 好 我知道了 選擇 來 舉牌 怎樣啦 二還三 就是二 二還三 二 你要堅持己見 哪有這樣子的 對啊 我想選三 好 二 三 第一有人吃涼拌 二跟三太像了啦 三味三 對不對 誰二 我 你在猶豫什麼的心意 第一泡茶倒掉 大家都知道 對... 用鹽水洗蔬果 我也有這麼做 對 大家都這麼說 二跟三醉蝦 醉蝦 我本來想選二 但我仔細想 海鮮汆燙後再烹調 能夠去毒嗎 很多人吃海鮮 像那些泰式海鮮 我要涼拌啊 它也沒有... 不一定有汆燙啊 涼拌 那海鮮是熟的啊 你現在要選什麼 快 我要選三 你不能講說不一定要汆燙 它現在題目設定就是說 汆燙 汆燙 汆 所謂汆燙 就是指說 不要燙太熟 過個水就好了 可以這麼說 對 那所以只是過個水 算一下 我不認為可以把它的那個... 毒素 毒素去掉 更何況有的海鮮的毒 是毒在裡面 不是毒在外面 喔 那如果... 我真的不懂那個原理啦 說西式 其實我覺得 我現在可以想到一個 幫我自己的加分 就二我覺得 其實它是故意在解釋 一個...怎麼講 浪費這個動作的行為 因為醬油西式 就是我們煮菜的時候 醬油本來倒在那個菜裡面 就會被稀釋嘛 然後煮費 它本來在炒菜 就已經是煮費在用 所以它是一個正常的行為 它本來就沒有在去毒啊 它就是煮菜的行為而已 你現在突然醒過來 你這麼邏輯 我不得不佩服他耶 對啊 路到現在 都會講一句有意義的話 真的 那我覺得二有可能 我只是單純覺得 穿燙後再烹調 就是脫褲子放屁的意思 是這個意思 不是... 不是... 就是... 它不能有效去毒啊 對... 對我來講 穿燙後再烹調是多詞一句 這一個動作 並不能夠去毒 我只是這樣子 來 各自有立場 好 洪醫師 解答 各位的答案 答案就是... 所以答案在一跟四喔 沒有 我們都出來 我一直講很久 是 用鹽水洗蘇果 不是讓它亮亮的嗎 不是 什麼亮亮的 剛剛心裡在想說 我都這樣洗 沒有問題 我心裡想 你都這樣洗 我也會這樣洗嗎 因為專家都教我們 菜滿回來用鹽水洗 沒有 專家就 不要這麼做了 是不要這麼做 這樣的嗎 鹽水的壞事 其實我們建議 還是用一些流動的一些清水 是一個最棒的 洗十五分鐘 那最多就稍微 再用一些軟毛刷 刷一刷這樣就好了 那鹽 事實上它是氯化鈉 他們發現氯化鈉 鹽水 你跟那些水 這樣反而是 影響到水 洗水果的那個效果 那反而是打折扣 那如果說你要洗掉一些 我們講說 有一些農藥 有一些什麼水溶性的 脂溶性的 脂溶性比較難 一般可以用一些小蘇打粉 這一類的 那所以大家講鹽水 鹽水 像阿公阿嬤都在那個 比如說我們切的梨子 蘋果會稍微給它 是要抗氧化 對 但是在水果方面 事實上是沒有效的 沒有效 反而是不好 對 那第一個 不好的意思是說 它有可能讓毒素 讓農藥更殘留 更不容易 更殘留 不能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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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知道 你們去那個流汗 或去海水 那個叫野汗炎 有沒有 完之後是不是黏答答 對 那事實上會把一些 殘與髒東西 反而留在上面 所以千萬不要用鹽水去洗 千萬不要 那第一泡 第一泡茶 這個大家比較沒問題 大家就泡掉 把那個水用性萌藥 那醬油這個 稍微比較深一點 這個毒醬油 事實上我們醬油 大概有兩種毒 以前 之前的那個叫做化製醬油 就是我們快速去製造的 會產生一個叫 單綠餅二醇 那單綠餅二醇 這是在 它因為它不是那種 古法釀造的 要快速的 這個東西事實上 怎麼去把它去除掉 後來發現可以把它加熱稀釋 然後完之後甚至可以再加一點那個醋 加一點那個 就可以把它給稀釋掉 所以這個應該是針對那些 單綠餅二醇這個毒醬油 那如果那種化製 平常那種古法釀製的醬油 但是的確是需要的 海鮮我們可以想像 大家有沒有去看過那個蝦子 海鮮譬如說 我們就講舉例蝦子好了 蝦子有幾種毒 一種是它本身不新鮮 會產生一些組織胺 很多人吃了不是會過敏嗎 過敏 這個在汆燙完之後 也可以把它的濃度給下降 第二個是我們常要加一些 我們講蝦子有時候 你會覺得汆燙完之後 那個水好像黃黃的 紅的 那也可能一些 人造蝦紅素 之類的一些色素 那這個也可以把它汆燙掉 那還有一些像一些防腐劑 甲犬吊白塊這一類的 這個吃下去不好 這個也稍微汆燙掉 這個是第三個 了解 那所以這個答案 我就覺得 就是四 對 那第二個是三個 今天的比賽真的太激烈了 太激烈了 競爭好激烈 一直在一根零中間 比數都在拉鋸 是 都打到第七局了 還不能破蛋 還沒破蛋 你知道四題 全部沒有答對的機率有多低嗎 很低 兩百 兩百五十六 十六分四個人 真的喔 而且還是三個人都會 每天都會來 這個太厲害了 我知道 原因出在前面這四題 其實難度不高 他們反而亂了 對 接下來兩題 可能稍微再難一點點 他們會找到整理 你們這單位是幫那個 詐騙集團在設計畫宿的 對不對 對 真的 亂了 很難觸摸 第五題 我們是認為 應該會比上面難一點點 看一下 來 完蛋 選對食材就能讓家人 減少接觸毒物的風險喔 下列挑選食物的原則 哪一個是錯的 錯的 不能夠成為必毒的參考 錯的 不要這麼選 不要選他啦 不要 來 一 加工品 太鮮豔的不要買 二 蔬菜太白的不要買 三 肉類太多血水的不要買 還有第四 海鮮太臭的不要買 哪一個是錯的 加工品 加工品 哪一個是加工品 香菜 太鮮豔的 有放銷啊 對不對 有可能有些東西嘛 這個你會怕 蔬菜太白的 我們才講 這個是很典型的嘛 對 金針菇啦 泡過化學藥品 豆芽菜啦 會怕嘛 肉類 如果它血水太多流出來的 不要買 對啊 有可能 有可能 海鮮太臭的 臭的不新鮮 好臭的誰要買都壞了 對 來 四種 來 請 等一下 沒有等一下 搶分啦 來 太臭 太臭一定有毒嘛 來 準備 請選擇 請選擇 三三四四 我們兩個真的一對 兔胚三三四四 誰跟我一樣 我們兩個一樣 你們兩個一樣 救命啊 克帆在耍心機囉 克帆哥 我後來覺得 臭沒有什麼 你會覺得你很壞 因為是不能成為必毒參考 是這樣子 不能 因為毒它有毒 就一定毒了嘛 那他真的不要買就對了 臭是因為他 他就是腐敗啊 腐敗不就有病菌 肉類本來就會有血水 要不然腐敗的基短是什麼 沒有 肉也會腐敗掉啊 就是細菌啊 那加工品本來就會鮮豔啊 加工品也會鮮豔 等一下剩那些有的沒有啊 所以不要買啊 我們現在不要買是對的啊 不要買啊 不要買啊 你好像在招小孩 我覺得 我多虑了 你多虑了 老闆 因為我覺得 我覺得不是三就是四 那佩姐 資源四也是啦 沒有 我等一下 我覺得肉啊 因為它是肉感覺很容易 像肉放久了很容易腐敗 也要長蟲壞掉什麼的 我覺得它會資深細菌 那為什麼 為什麼血水太多 就代表腐敗 南部縣仔牛有沒有 那個縣仔的血水最多啊 但是那個血好像沒有水的樣子 沒有 血水 血水代表它解凍了以後 血跟水就在一起 血水是血加水的意思嗎 對 就寫水啊 寫啊 不然就是寫了 不然就是水了 血其實它就是大部分 也是水分嘛 也有水啊 對啊 對不對 好 來 所以你的 你就是照這個邏輯 在選了對不對 對 因為鮮豔你一定 不要買是對的嘛 當然 出菜太白就有問題啦 對 有漂白嘛 所以到底是誰有道理 洪醫師 幫我們解答 有兩個答對 你沒這樣嗎 不是 不是肉就是海鮮了 這題是關鍵好了 答案是三 三個 對 LOSEN 你看吧 LOSEN 你不是在哪兒 我差點這樣子 幹嘛 解釋一下 這是我解釋的耶 我想聽解釋 第一跟第二 大家比較沒疑問 對 就是加工啊 我想像太鮮豔的啊 那像蘇 太白的 我買一個帥一點的Pose 因為這一集 應該在我臉上 蔬菜像那些 最常見的豆芽菜 豆芽菜會用二氧化硫啊 對 還有一些雙氧水漂白 這個是常見 所以這兩個沒什麼疑問 那我們來看一下 第四個 第四個 當然大家想太多了 我們講細菌在腐敗的時候 會產生很多阿摩尼亞 含氮的那些味道 就是一個臭的味道 對 那如果說 比如說我們剛剛講那些防腐劑 大概是一個比較新的刺鼻味 比如說甲醛啊 或說一些那個 有些刺鼻味道 所以這個臭掉 當然所有的阿公阿嬤都知道 其實以前那個姿勢 阿公阿嬤都是拿食物直接來聞 臭掉的東西就真的不要吃了 所以這個一點都沒有疑問 那我們在想 我們現在最大大概在考慮 比如說一塊肉 我們去吃個牛排 把它切開來五分熟 整個都是血水烤出來 這個到底有沒有問題 我跟大家澄清幾個觀念 第一個假設沒有血水的 很多是他們已經 這個叫做已經處理過 像很多拼裝的牛排 它就沒什麼 沒什麼血水 這個 那切開的血水 那是不是血液 大家 牛在殺的時候 他們都經過已經經過放血了 對 那切開的那個 那個叫肉汁 那是我們肌肉裡面 有一種肌球蛋白 它也是紅色的 它會讓你以為那是血液 那是肌肉裡面的液體跑出來 它是紅色 因為它含鐵量很豐富 所以你們在切 那個叫肉汁很汁 所以牛排切開來的 那個是肌球蛋白 那是肌球蛋白裡面的 並不是血液 血液你要想到其實 那個其實大部分 它放血都已經放過 那如果比較乾燥的 沒有那很多 都是那種拼裝牛肉 反而是比較不好的 所以答案是 完全沒血水的不要買 反而不好 拼裝肉 原來 第六題 好 好 加分 發現吃了太多毒物 想要解讀哪一個解讀的招式 可以一試呢 好 試試看 這次五號 五號 五號 一 怕吃太多的化學物質 可以試試大蒜加蛋黃 另外第二 怕吃太多的重金屬 用豬血加韭菜吧 還有第三 怕吃太多的黑心油 用洋蔥加深綠色的蔬菜 還有第四 怕吃到輻射的食物 用海帶加上鈣片 哪一個能解讀呢 是不是比較難 哇塞 這個很哇塞 每一個都有機率 來 超馬牌準備好 這個真的只能夠 你們要選什麼 不知道憑運氣 不能這樣問 好不好 各評本事了 來 請選擇 來吧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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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選什麼 我選4 這樣就好笑了 他解釋一下 我解釋 如果只有你是錯的 那就是我要被處罰 沒有 就是你一個被處罰 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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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搶到三個 一個人被處罰 對 三個贏 你是對的話呢 就是他一個人被處罰 對 所以都不關你們的 我們先手握手 我們把後腦還給丟了 你們沒事 點 雖然說點不是萬能 但是 萬萬不能 應該加減有用 加減 要不然日本人 不會一直在那邊說什麼 搶購那個 那為什麼要加鈣片 加鈣片 對啊 你都解釋不出來 純屬說 讓他營養複複一點 亂 對 跟他手不一樣 他頭好撞撞 你只有一個機會 答案是1跟2 有可能 那因為洋蔥跟什麼 什麼黑心油 因為前陣子不是 黑心油事件嗎 對 如果那真的有用的話 應該大家就會廣為宣傳 是假的 宣導了 會不會宣導你沒留意 那個時候洪醫師就會出來 勸大家多吃洋蔥 多吃生綠色素 對 還怪洪醫師沒講 但是他沒有講 因為他有他的學術良心在 他只要講這個是沒有用的 是假的 所以是 好 來 佩琪 我真的就覺得 算了 我知道比較好的東西 洋蔥是好東西 綠色素材是好東西 繼續搶 覺得他應該就是可以排毒 其他的我都沒有在考慮 就很擔心思考 就是好東西 簡單一點 那兩位你們已經 無關勝負的要去打嗎 老實說我心裡是想選1的 你想選1 大蒜啊 他連吸血鬼都可以 什麼 但吸血鬼沒有化學物質 吸血鬼到底誰 大蒜是很多東西 他都可以這個就是 殺菌 殺菌什麼的 洋蔥也是啊 老實說是1跟3 我嚴格講我沒有考慮過4 我也沒考慮過 我也沒有 我就是1跟3在選 為什麼你不考慮4呢 我剛剛講的講成那樣 都說破嘴了 我就是覺得海帶的點跟鈣 會綜合掉什麼之類的 不可能啦 抵消掉什麼 因為那個太明顯了 鈣是來亂的 怎麼會有人選那個 OK 好想 就讀住很大喔 太可樂 好想知道這題真的是 到底答案是多少 請解答 3 這一題真的還有人答對呢 好想知道 該不會說一點什麼 不是佩潔 就是玉琳哥 洋蔥 對 這一題的正確答案呢 其實 在林杰良醫師的 臉書粉絲團 曾經公布過 那個時候 在黑心油的流行期間 舒欣姐 她告訴我們 如果吃黑心油的話 你可以用什麼來解讀呢 就是洋蔥跟森綠色質 不要再趁身追求 不要再趁身追求 我愛妳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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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這個時候你可以撥她 第一題講的那個話 一直重複 而且恭喜你當然可以不站 服射穿過骨頭 可以不站著扒她頭 而且舒欣告訴我們 是不是 鈣片中和掉的那個 有這個嗎 我不是 我穿了 黑心油磨臉 不要再趁身追求 等一下 服射照她的頭髮 可以 重金屬 重金屬 從來沒有看過 玉琳哥這麼落寞 好落寞 幾乎都是冠軍來 我們這個單人 對啊 掉到最後 對啊 大會很難過 你知道嗎 怎麼會這樣 先講三 三為什麼 對 其實是因為 黑心油當時 我們最擔心裡面就是說 如果可能有黃麴毒素 或者因為油一直加溫 裡面可能有那種 氧化膽固醇 所以洋蔥是用來解 氧化膽固醇的毒 而森綠色蔬菜裡面的葉綠素 其實可以幫助我們解 黃麴毒素的毒 所以這是有相對應的 那至於吃到輻射食物 大家會覺得說 輻災的時候 不是都要含點片嗎 所以點片可以保護甲狀線 但是海帶 能不能保護你輻射食物 輻射的污染是可能 我們吃進去 你全身都可能會受到 受到影響 你光是一個海帶 是沒有辦法防止它的 然後鈣片更無聊 鈣片我們通常用到什麼時候 就你會發現加油站的員工 他們會說你要多喝牛奶 是因為他要避免說 他要讓他跟牽競爭 不要讓你受到遷毒性 所以跟輻射是沒有關係的 那如果你吃了太多化學物質 因為這裡太蓋鍋性了 我只能告訴你 多吃化學物質 你想要解毒 就是多喝水 中金屬目前看起來 有一些研究顯示 哪些可能會有幫助呢 比如說有些人認為像香菜 就是香菜他們發現 它可以是除拱食物 就是它在種植的時候 甚至連種在土地 都可以把它拱除掉 然後發現說 它可能可以排除拱的中金屬 或者有些人認為 一些綠球藻類 也可能有這個能力 那其他就是一些寒流的 所以了不起 可能韭菜可能有一點點 因為它有那個嗆味 可能是有寒流化合物 但是豬血是完全沒有 不知道在幹嘛 對 所以這也是騙人的 所以真正會完全有用 而且對應到的排毒就是三 恭喜了 目前的分數 佩姐妳突然心情豁然開朗 真的 她開心地轉了 答這一題就夠了 我們可以想想老沈的心情嗎 老沈經過這一題以後 她就知道她不是材質 她是江湖術士 而且這也不敢說自己是 這也不敢說自己是 哈佛 哈佛 我先去準備那個輻射羹 你去拿那個黑心肝 好 我去... 來 接著請 今天這個處罰不得了 特地為妳準備 而且符合今天所有的主題內容 我跟你講 上次我有嘗過這個 嘗過了對不對 很好 要喝這個 我寧可被輻射線照到 這麼嚴重 為什麼 這麼誇張 你們都覺得有寫過 浦公英的約定 來... 你喝一小口 好 我試試看 什麼叫浦公英汁啊 浦公英是一種草 浦公英汁 喝大口 好笑對不對 浦公英這麼漂亮 它的汁這麼的... 對... 味道 感覺一下 感覺一下 好清草喔 很清草對不對 好草原喔 你要喝到喔 喝完要唱 浦公英在歌唱 要唱喔 好噁心的味道喔 幹嘛哥哥姐沒喝過對不對 你是男的 喝大口一點 我就知道很噁 這個... 這個好厲害 你可以取得出來啊 浦公英好笑喔 嘴巴好清草 這是一種 對... 酸甜苦辣鹹的五種味覺 感知以後都是深入去破壞 對 而且你沒辦法講出 到底是怎麼回事 對 講不出來 他其實很有層次耶 我還... 你吐一杯給我看 我剛剛講的 我修你一點時間 顏色也是... 好奇怪喔 這個味道 浦公英汁呢 在我們的中藥草裡面 是有名的 它可以幫你排毒一下 對不對 讓你的肝臟 更健康一些些 好 然後呢 今天是進階的耶 進階的 我們幫你準備了這一杯 是什麼 幫你混在一起 這是傳說中的 洋蔥 剛剛有講到洋蔥嘛對不對 對 然後加綠色的 大排毒 真的喔 這個懲罰 這個懲罰我不得不承認 幽默了... 很用心... 韓哥來... 這不是素敵嗎 你來加 這是演藝圈通告藝人的公敵 很好 節目中開始有死魚打臉 跟豬大腸砸在身上 就是他想的 是 所以他被懲罰呢 這個叫做 報應 是吧 這兩杯的比例 我加啦 你來 那我加 這樣會比較好 來 排個毒嘛...也好啦 預備 我的天 我真的好開心 有看你喝的 有...真的有喝 你吞下去了耶 有... 算不錯的... 排毒了... 你後續的歌唱也不得啦 我跟你講 我做了三十年節目 我沒有喝過... 你還可以講話好不好 我沒有喝過比這個更難喝的 真的嗎 真的... 不是 你以後來上這個節目 不要再翻詹老師寫的農民禮了 一點用都沒... 一點用都沒好不好 下次再來雪恥 我一定要雪恥... 對啊 所以今天介入題目 也傳遞正確的訊息給各位好不好 希望大家健康 謝謝 謝謝